雨刮片刮不干净 大部分人选择更换新的雨刮片 其实雨刮片不用更换就可以解决 我来告诉大家真正的原因 雨刮片刮不干净的原因就是雨刮片胶条老化 上面有脏东西导致的 处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牙膏挤在干毛巾上面 在胶条上上下摩擦五遍就可以解决 咱们汽车上的这个倒车镜的镜片 一旦受到寡蹭非常容易破损 破损以后你去4S店维修 它们通常会让咱们更换整个倒车镜总成 价格非常昂贵 其实没必要 今天我教大家一招 只需要花十几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倒车镜的镜片是可以单独拆卸的 我们只需要拿一把钥匙 从倒车镜的侧面轻轻一撬 就可以将镜片取下来 然后咱们再去网上 根据你的车型花十几元钱 买一块相同的镜片 给它安装回去 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安装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咱们只需要把镜片对准倒车镜的底座 轻轻一按 当听到咔嚓一声响时 镜片就安好了 你知道一台跑了五六年左右的车 它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第一 它最害怕的是可乐 我们的大灯在使用久了以后 可能会出现老化或者发暗的情况 我们只需要将可乐倒在咱们的大灯上 然后再用抹布擦拭干净 大灯就可以光亮如新 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 后视镜上非常容易积水 看不清楚 这个时候它其实最怕牙膏 我们只需要将牙膏涂抹在后视镜的镜片上 再用抹布擦拭干净 后视镜就再也不怕积水了 我们的车门在使用久了以后 会出现嘎吱嘎吱的声音 此时它最害怕的是肥皂 我们只需要将肥皂涂抹在咱们的车门脚链上 再来回开关几次 车门一响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